这是我送的 不送的 放在车上 他可以去里面跟小厂洗脚 等一下了 等一下了 等一下 有什么话他也想跟你说 你还是听一下吧 说 我不想说那么多 只要 他和北京 老爸不找我找 我不管我做什么 去做事 只要他不找我 梁晓月与丈夫唐天丽 原本打算年底结婚 怀揣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和对未来宝宝的期待 本该是最幸福的两个人 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摧毁了原本属于两人的幸福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本以为他们也会像大多数人一样 面临分崩离析的场景 让梁晓月和家人没有想到的是 丈夫唐天丽不仅没有抛弃半身瘫痪的妻子 还对他照顾的无微不至 这一照顾就是三年 如此有情有义的好丈夫 为何会变成负心汉 两人这三年来到底经历了什么 夫妻两人在去往长沙的路上 由于车速过高和一辆大塔车相撞 年仅23岁的梁晓月不仅半身瘫痪 还失去了腹中四个月大的宝宝 23岁的她本该是人生最好的年华 却在一夕之间不仅失去了自己行动能力 连自己的孩子也没能保住 这对梁晓月的打击时致命的 梁晓月坦言 面对这样形同废人的自己 她一度萌生轻生的念头 原以为丈夫看到这样的自己 一定会觉得自己是个拖累 可没想到唐天丽不仅没有放弃自己 还在照顾自己这件事情上亲力亲为 瘫痪后的梁晓月不仅行动不便 还出现大小便失禁 唐天丽帮妻子换药 擦拭身体 换洗衣物 丝毫没有埋怨 唐天丽告诉梁晓月 无论经历什么 她都会不离不弃 正是丈夫的悉心照料 让梁晓月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就连街坊四邻也夸赞唐天丽 是百年难遇的好丈夫 可就在前不久 梁晓月的车祸赔偿款下发了 拿到赔偿款之后 唐天丽对梁晓月的态度 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梁晓月说 赔偿款下发后 唐天丽以各种缘由 断断续续 从她这儿拿走了二十多万 这么多钱 都去了哪呢 唐天丽的朋友 眼见唐天丽家里情况 就想着和唐天丽一起开个汽车美容店 也能在经济上减轻唐天丽的负担 梁晓月看着丈夫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在唐天丽问她借钱时 毫不犹豫地就给了她 可唐天丽在拿到钱之后 对梁晓月的态度却越来越冷淡 梁晓月说 从去年开始 唐天丽除了偶尔回家给自己换药 其余时间很少回家 梁晓月因车祸后行动不便 一直忍受着入窗的折磨 她多次向唐天丽提及要去医院治疗 都被唐天丽以没有经济能力拒绝 唐天丽更是以工作太忙为借口 搬离了家中 刘梁晓月一个人在家 由于无人照顾 半夜从床上摔下来 只得向父亲求助 看着大半夜赶来的父亲 梁晓月心中五味杂陈 本该是自己对父母尽孝的年纪 却让父母为自己奔波操劳 想到唐天丽不离不弃的承诺 梁晓月心中痛苦异常 曾经的承诺有多美好 如今的冷淡就有多讽刺 究竟这一年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让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人变得如此疏远 梁晓月来到了丈夫店里 想解开心中压抑已久的疑惑 可来到店里之后 并没有看到丈夫的身影 店老板告诉梁晓月 唐天丽已经以六万八千元的价格 将店面转让给了她 周围了解情况的群众告诉梁晓月 自从汽车美容店开起来之后 就经常关门谢客 一心想着挣钱的唐天丽 为何要这样做 又为何要瞒着妻子呢 在妻子提出要去医院治疗时 唐天丽为何不将这些钱 拿出来给妻子治病呢 这一系列的疑问 在没见到唐天丽之前 犹如一团迷雾 笼罩在梁晓月的身边 梁晓月说 唐天丽从始至终 都是为了得到自己的赔偿款 在大家眼里有情有义的丈夫 真的是一个见钱眼开 无情无义之人吗 梁晓月终于见到了唐天丽 当被问到为何有家不回 对妻子不管不顾时 唐天丽表示 作为丈夫 给妻子换药 照顾生活起居 她自认已经做得很好 是因为妻子生病之后 脾气变得越发乖张 两人之间总是争吵不断 她无法忍受妻子的无理取闹 在妻子生病之后 为了给妻子治病 唐天丽欠下了大笔的外债 她不回家 也是想努力赚钱 既然如此 那从妻子手里拿走的 二十万元又作何解释 这笔钱又去了哪里 唐天丽坦言 这笔钱她用来还了外债 之前因为开店亏损了不少 现在自己身无分文 更别提给妻子治病 既然没有钥匙可忙 她为何迟迟不回家 放任瘫痪妻子一人 原来 生病后的梁晓月 因心情郁闷 又无法排解 便染上了抽烟 打牌等恶习 自己屡劝不改 而梁晓月 在此时 却告诉大家 另一个隐情 唐天丽不回家 是因为在外 有了别的女人 此话熟真熟假 唐天丽却没有 给出正面回答 直接扬长而去 梁晓月坐着轮椅 漫无目的地 行走在大街上 看着周围高楼叠起 与自己印象中的城市 大不相同 她心中感慨万千 这一切的繁华 都将不再属于她 她的脸上 写满了失落与无奈 三年前的一场车祸 将她与这个世界 彻底隔绝 她眼中的世界 也不再是五彩缤纷的 梁晓月回忆到 一年前 她收到一张丈夫 和别的女人 睡在一起的照片 病魔没能压垮她 可这张照片 却成为了压倒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经梁晓月多方打听 才知道 这个叫李莉的女人 是本地人 丈夫就是因为这个女人 对自己不闻不问 梁晓月心中气愤不已 就在网上发布了一篇 关于丈夫霸占自己赔偿款 弃自己于不顾的文章 看到文章的丈夫 再一次回到了家中 跟梁晓月承认自己 确实有了别的女人 并答应梁晓月会斩断 与李莉的联系 梁晓月找到了 丈夫在外租房的地方 等他们找到之后 早已人去楼空 只有从邻居口中得知 唐天丽确实与李莉住在此处 再次见到唐天丽的时候 她直言是因为 妻子脾气越来越暴躁 她无法忍受 才和李莉交往了一段时间 梁晓月的父亲知道此事 并未责怪唐天丽 反而理解她的不义 他们是看着唐天丽 一步步走过来的 可是唐天丽最不该的 就是在梁晓月 没有行动能力的时候 出诡别的女人 这对她来说 是致命的打击 据了解 唐天丽的母亲 也一直患病 唐天丽在母亲 和妻子之间 难以两全 一个24岁的男人 就要面对如此大的压力 我们能够理解 她的艰难和困苦 可是这不能成为 她在婚姻存续期间 出轨的理由 这无异于将梁晓月的伤口 一层层包开 再重重地撒上一把眼 回到家里 可以看到家里除了床之外 空空如也 唐天丽说 家里的钱都用来给妻子看病了 根本没钱装修 原本打算欢欢喜喜半 酒席的两个人 却遭遇了如此大的变故 本可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一个可爱的孩子 可如今 却只留给她瘫痪的妻子 和来自妻子的无尽抱怨 即使自己努力照顾生病的妻子 可在妻子和家人看来 梁晓月的瘫痪 是因为唐天丽导致的 是唐天丽提出去长沙 才发生的车祸 这让唐天丽哑口无言 在唐天丽犯错之后 脾气急躁的妻子 并没有给她解释的机会 而是直接在网络上曝光 这对一个男人来说 无疑是将她的自尊踩在脚下 曾经恩爱夫妻 却闹到如此地步 要怎么样才能挽救 这段岌岌可危的婚姻 两人再一次坐在谈判桌前 调解员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 指出了唐天丽婚内出轨 给妻子造成的伤害 唐天丽也诚恳地跟妻子道了歉 可这件事 还是像一根刺 长在了梁小月的心底 每每想起 便会刺痛 她终究没办法原谅唐天丽 唐天丽接受不了妻子做事偏激 可这又何尝不是 她自己种下的果 曾经想陪伴妻子 走过漫漫长路是真 如今两人的感情 被现实摧残的支离破碎也是真 最终 两人决定离婚 给曾经美好的感情留一丝余地 也避免在今后的生活中 变成彼此最厌恶的人 调解员鼓励梁小月 身体的残疾并不能打败一个人 她还有父母 她依旧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靠在父亲怀里的梁小月 哭得像个孩子 她将所有的委屈 在这一刻都发泄了出来 希望今后的梁小月 能够在父母家人的陪伴下 活成更乐观 更坚强的自己